爱人要望着胸口 爱人还要动在胜起来 用心心态欢 为了补上周台风天 临时取消的演唱会 刘德华周六连唱两场 体力似乎没受到影响 我们就假装是前天 晚上能出门才来 我看到有很多 他们说 我们等着11年的那些 你在吗 在 刘德华睽未11年 再度来台开演唱会 粉丝还翻天 绿营却是从头弦到尾 绿委王定宇批评刘德华 媚共艺人 被网友怒窍王八千硬要蹭 连瓦宅唱这首中国人 绿营也有意见 绿营说变成大陆演唱会 有统战意味 让粉丝全炸锅 想蹭也不是这样 两岸同源 本来就享有一样的文化 连文化也要政治操作吗 这首歌作词作曲 统统都是台湾人 难道这也是阿共的阴谋 现在是怎样 民进党要做歌曲审查 要回到戒严了吗 难怪被人家骂绿共 唱什么歌 到底跟你的认同 到底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我现在唱母女 打扮着摇摇摩摇摇 我就是舞女吗 民进党这脑子有动 吃饱撑撑着 演唱会你都要管吗 都要正式审查吗 拜托一下 不要一直升高 这个两岸的这个对立 看到中国就开枪 略言狂分化两岸 解放军二号晚间 再派20架次共击出海 11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结合共建联合战备警巡 战火无情 传出到乌克兰当傭兵的 台湾退役官兵吴中达 在前线被炮击身亡 警惕我们自己两岸之间 一定要保持和平 民进党政府高 两岸关系避免战争 执政者若为了意识形态 连两岸共享的文化都有干预 恐怕只会继续加深 两岸对立 记者中成了曹廷涵 采访不到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